今天找來百變歌后蘇珊和大家見面 接下來她又再開演唱會和歌迷見面 今天請她和大家分享她這麼多年唱歌的心路歷程 最近我在做show的場合見到我們的表演嘉賓蘇珊 那天也挺有趣的 因為她上去唱歌 我想她那天沒有排練過 沒有演唱過 上去之後就出現一個情況 當那個鼓手打出來的beat不是她想像中的beat 我想問一下蘇珊作為一個這麼有經驗的唱歌人 我們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唱歌的時候會遇到的奇怪情況 其實那天你也看到了 一個這麼大型的event 其實經常都會出錯 我想可能那個鼓手在想第二首歌 彈了另一個版本 即是她的落個位不是你心目中的 但問題是你作為一個歌手 你在台上是否會不舒服 或者你會怎樣 我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但我會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有些歌譬如 當日你也在 是一個輕快的歌 而是她打到這麼… Mellow 是 戴不起 那那個… 變軟了的氣氛 就會難一點來處摸 因為老闆當然想聽慢歌 然後靠詩儀這麼厲害的詩儀 帶起氣氛 靠著歌 更加澎湃 她做不到 唯有是希望可以躲著她 跟她打一下眼色 或者自己唱快一點點 希望她明白 已經這首歌不可以拖得這麼Mellow 你多不多 其實你應該不多 這些情況是 譬如是沒有彩排過去的 譬如是你唱歌的時候 通常你的樂隊都會 Rehearsal 歌 但如果是我自己的樂隊 我就不用擔心 因為他們跟著你 他們知道你喜歡的歌 是會怎樣的形式 或者速度 例如另外一些樂隊 但我覺得這樣說 很多樂隊都很Pro 但可能有時候 音響的問題 或者聽不清楚 以為起了第二首歌 可能會有些出錯 但是你說彩不彩排 我又覺得這樣 一個專業的藝人 如果可以彩排是最好的 但有時候因為工作的關係 譬如我要走幾場 剛好好像你那天很忙 或者什麼 唯有是improvise 執生 和對樂隊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沒有什麼要求的歌 那就不彩排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都說過 你和我分享 你也試過 你打算一首歌 然後他起的時候 起了第二首歌 是啊 真的 那一次是怎樣的呢 他起了一首第二首歌 你本來唱什麼歌 因為小鳳姐 我也很崇拜他 有客人怎麼唱 就要聽這個無奈 但是琴師聽錯了 就嘆了 隨想call 差很遠 兩個字 對 不要緊 那也是繼續唱 但是 你會繼續唱 會 因為沒有辦法 再馬上唱 他彈錯了 一起了那個嘴 就唱著無奈 立即接回樂徐上谷 因為 客人的心態 就會好像很不開心 很多時候 我想你都覺得是的 就是 譬如有時候 是樂隊出錯 觀眾或者客人 都是多數以為是 歌手出錯 多數都是 罵過的 是的 但通常如果 裡面有出錯 都是前線那些 都是要 有些責任 但是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不會說 我停了這首歌 或者說 你起錯歌 不行的 如果你這樣做 我覺得 對整個事情 都不會有好處 因為 樂隊 如果他沒有什麼經驗 他就更加 沒有心機彈 有時候 你還要顧及樂隊的心情 但你想的氣氛好 你就一定要這樣做 尤其是更加沒有經驗 那些 你會一定要 不要緊 我們再弄其他手 但如果你立即給面子 或者 炸營 可能會更亂 趕不及 或者整件事 可能會更不差 所以 都不行 很多人認識你 都是因為你以前 經常在酒店 走廊唱歌 沒錯 你現在掛不掛念那些日子 我也掛念 我也掛念 其實很多時候 人家說 走廊也好 或者酒店 其實我出道的時候 都沒有走廊 是80年代才有走廊 這件事 以前的齊娃娃的感覺 可以一家大社去吃頓飯 可以聽歌 很熱鬧 歌手也很團結 新人又可以有地方去踩 是很難得 還有很鍛鍊的地方 你會覺得現在的歌手 反而是他們沒有機會去實戰 你現在看回以前的歌手 你會覺得他們 嘩 很厲害 什麼情況之下 他們都唱到歌 但現在的歌手 好像沒有一個音樂 他們都不懂得唱歌 而且現在的歷水不同 他們現在就算 以前我們那一代 你不要說 哥哥也有唱過走廊 有時候 你不用說慢慢 他是特插 Derek Lee 或者哥哥 都有的 但是鍛鍊到 你這麼近距離 對著你的觀眾 好像James Carey 他做動篤笑 都是很近距離 每天都做 Celine Dion 也是 但是少了這件事 他的經驗就 沒有那麼好 起碼你有個地方 可以鍛鍊你自己 只是找歌詞 我們那一代 就是聽歌詞 或者聽唱片 我媽媽那一代 真的 但是現在我可以下載 在電腦上 變成你在電腦上 下載的歌詞 沒有那麼容易入腦 但如果你抄襲的 一邊聽那首歌 比如上海灘 Long Bun 你一邊Repeat Long Bun 又要Repeat 變成你容易入腦 賞心一點 即是你花了心機去做這件事 除了以前的感覺 你會不會在你希望在演唱會的時候 都會帶回這些感覺給你的觀眾 我想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現在的觀眾的品味 是高於以前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聽外國的歌 不論你是英文歌 韓國歌 日本歌 現在比較廣泛一些 以前比較多些 國語時代曲 英文 和日文 現在又廣泛一些 泰文 他們會聽 韓文 都會聽 其實我們香港人 中國人 很有品味 你也知道 例如上海也是 巴黎之刀 中國人 香港人 都很有品味 如果我這次演唱會 我就想帶來多些不同的 好聽的 不同言語的歌 還有可能很多人很懷念 70年代 80年代 很久沒有聽的金曲 那是不是 我也開心 他們也開心 大家也開心 所以其實我覺得 在你選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難題 你究竟選什麼歌 究竟進來的觀眾 會想聽什麼歌 你又想給他們一些新鮮感 但又要給他們一些 他們想聽到的歌 這個真的是一個難度 因為我和音樂監製聊天 我一說 其實我心目中 已經給了一堆歌 他說 阿桑姐 姐姐 就是我的兄弟 他說 You have a lot of songs 你太多歌 老闆那裡 是不是可以容許你唱那麼多 老闆還可以的 我有想過叫觀眾 早點進來 因為我可以唱長一點 但問題 真的容納不到那麼多首歌 我其實一想 就想到七八十首歌 那我說 喂 龍叔 弄些Medley 有些你可以Medley 有些你當然想 完整唱一首 全歌 會好一點 所以其實都很頭痛 我是很希望如果有觀眾 是想有些什麼特別點唱 想聽的 是告訴Derek 或者有沒有跟我老闆說一下 因為我也很想 令到每個人都開心 容易選擇歌 但其實一聽下去 你都是貪心的 你又要帶回七八年 十年代 我現在有七十 八十 九十 二千 甚至最新的歌 我也有 所以都很難篩選 我又想唱這個 那天電視講過 又有這首 這首又好聽 那都很頭痛 近來有什麼歌 令你聽到 你自己都覺得 心動 我挺喜歡 奧斯卡金像獎 的冠軍歌 Shallow 這首歌 我覺得挺好 我有想過 譬如填一下 中文的歌詞 That's good 或者是 我又很喜歡 聽Queen的歌 但我又想唱一下 以前哥哥的歌 他是男生唱 但是我們女生 唱回我們女生的版本 這個又好聽 女生唱男生歌 又不一樣 又好聽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 多點關於蘇珊的新演唱會 究竟有什麼 朱良回來和她繼續聊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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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